今天講一個和大家息息相關的話題 相信不少朋友都一定會飲用或食用代糖產品 有些朋友為了控制體重只會選用無糖產品 無糖產品有很多種類 包括無糖可樂、無糖汽水、香口膠、糖果等 全球其中一種最常用於無糖產品的人造甜味劑 就是阿斯巴田 世界衛生組織核下有兩個不同機構 在星期五、七月十四日分別就阿斯巴田發表了報告 報告的內容似乎有點矛盾 其中一個名為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 將阿斯巴田列為2B類 即是可能會令人類患癌的物質 研究表示阿斯巴田和肝癌有關聯性 這個關聯性是來自2016年以來三項在美國和十多個歐洲國家所做的人體研究 唐埋、十二項老鼠實驗等等有限證據得出來 因此需要更多研究 來證明人類攝取阿斯巴田是否確定會自壓 世衛核各社 populace股 另一個機構 世衛和聯合國 糧嚨組織旗下的《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的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JECFA》評估一下阿斯巴田對人類健康的風險 認為沒有理據 相相 switched 1981年實施到現在每日容許攝入量的標準 即是每公斤體重攝取0至40毫克的阿斯巴田 有人認為這兩個機構的報告似乎有點自相矛盾 甚至令人很混淆 即是能吃不吃呢 但兩個機構說他們其實是雙負雙成 負責的工作不是一樣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主要是評估物質的潛在危險 而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就是評估物質的實際風險 這就是突顯了危害和風險的區別 亦即是陽光可能是致癌 因此就是危害物質 但實際致癌的風險 取決於陽光的照射量 以及我們有沒有使用過防曬的保護 世衛的說法 就是兩個機構所做的研究和評估 都是獨立進行的 有互補不足的作用 他們大家都指出 有關阿斯巴田 致癌性 和其他健康影響的 言有證據 是存在局限的 表示在常用劑量之下 阿斯巴田的安全性 雖然不是主要的問題 但評估已經對他潛在的影響作出了描述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一個普通的消費者 究竟那個潛在風險和實質風險 我們應該怎樣去考慮和衡量 我們有沒有理由需要憂慮 大致上來說 應該不需要有憂慮 因為世衛都有表明 一個體重70公斤大約154磅的成年人 每日要喝超過9至14罐 含有阿斯巴田的汽水 才會超標 正常人 很難會每日都喝9至14罐無糖汽水 即使多種產品含有阿斯巴田 大家攝取超過每日可攝入量的機率 真的不大 還有 宴肉午餐肉那些都是屬第一類最高風險的智能物質 但大家似乎都沒有戒口 至於小朋友 每日如果真的喝3罐同類汽水 就會超標 日後的健康風險 可能會增加 但 仍然需要有更多研究去證實 重點就是 世衛是沒有建議 食品生產商 將含有阿斯巴田的產品下架 也沒有建議消費者 完全不要購買相關的產品 國際飲料協會理事會 ICBA行政總監 中盛基 重申 世衛的結論 是再次證實 阿斯巴田是安全的 有專家提出一個 誰不知是媽媽是女人的建議 在含糖和含添加調味劑的汽水之外 其實還有第3個選擇 就是水 水就安全得了 水當然是最好 不過有時候喝得多 會覺得有點寡寡的 沒甚麼味道 特別是小朋友 對於淡而無味的水 水就未必那麼感興趣 令白開水更加有吸引力 不是沒有事可以做 可以在水瓶裏面 放置一些香草類的植物 倒出來的水會多了一層滋味的感覺 可以選擇的香草類植物是很多 其中一項最簡單的就是青瓜 把青瓜洗乾淨 切成條狀 放入水裏面 倒出來的水 有著西瓜水一樣的清甜味道 喝下去是令你覺得暢快 又可以夾雜其他香草類的植物 例如意大利香芹菜 Parsley 又叫巴西里 或者歐芹 歐芹的植葉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還有薄荷mint 這是最廣為人知的香草 亦是運用得最廣泛的 目前發展出的品種 有千多種 薄荷的主要是清涼作用 可以提神醒腦 幫助消化 消除疲勞 穩定情緒等功效 品種很多 其中 以綠薄荷是最具代表性 綠薄荷 最具甘甜味 適合用來烹調 和泡茶 和用來浸水 能夠有效真正憤怒 抑制疲勞 消除遺障氣 亦能夠洗口氣清新 提神醒腦 千萬不要浸過夜 有些人很怕香草味的味道 可以用芹菜提味 芹菜可以預防心臟病和中風 還可以治療牛皮鮮 在香港 芹菜有分 唐芹 和西芹 西芹 西洋芹 是有分別的 芹菜的味道很清香 很甘涼 屬於低熱量的蔬菜 本身含有豐富的水份和維生素C B1 B2 胡蘿蔔素 蛋白質 等等多種營養 還具有降低血壓 血脂的功效 又因為 含有非常豐富的纖維素 能夠幫助消化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預防肥本 所以水 其實都可以好好喝 又可以好健康 其實特區政府有一樣東西都可以跟進一下 雖然 如果產品是使用任何的甜味劑 理論上它都應該要標示它確實的名稱 和識別的編號 但是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包裝的字體普遍來說 都是相當小 我們很難檢查所有食品 是否含有阿斯巴田和份量 食安中心 但可以定期用圖表 等等一些容易明白的方式 公佈相關的資料 那就更加好了 能夠幫助我們 更好掌握到 食物成份的資料 我們 買預先包裝食物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住 看清楚 包裝上面的成份表 如果發覺 食物上面沒有列明成份 又或者有列明 但沒有中文來列明 就要向食安中心 作出舉報 好了 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 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藥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發在生 黃衫 chat 打電話跟我 車下吧 這次 炸 炸 炸